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股市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其实相较于房价和其他的时政热点 中国股市已经好久不受舆论场的关注了 一来是因为炒股的人远不及持有房地产的人多 二来是因为证券市场的金融属性 尤其又是在惯用黑箱操作的中国金融系统里 中国股市总是蒙着一层让人看不清 也摘不掉的神秘面纱 股市里的风云跌宕 就算对于身处其中的内行炒股之人来说 都时常像是物理看花 似是而非 这一次是连续暴跌 震惊会一主 国家队的紧急脱市 才将它重新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当中 财经真相在X上发文 年前的那一波股灾短短8天的时间 爆仓的本金超过4300亿 爆仓的杠杆超过6000亿 总资产损失超过1万亿 而股市里的有效账户 2023年8月份的时候是2.39亿户 到了11月变成了2.11亿户 到了2024年2月份只剩下1.7亿户了 6个月的时间消灭了整整6900万户 X平台大V老灯说 那场股灾让中产返平成了残酷的现实 全中国有至少280人因此而自杀 在中共证监会紧急介入 3天10次密集发生 将证监会的主席议会满撤职 国家队奔跑救世的情况之下 终于是在中国新年前的最后一周 人为的制造出了一个V字型的反弹 2月19号龙年的第一个开门红 就是这个V字反弹的延续 但是很明显的到了20号22号23号 股市的涨势明显乏力 26号开盘再次跌进了下行的通道 中国的股市还有多少可运作的空间呢 这是一个无解也乏味的技术性问题 但是中国股市有哪些黑幕 里面有哪些让人看不透的黑箱操作 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为什么中国有独特的旧市之说呢 股市一跌就呼吁旧市 这个旧市又是怎么来的 中国股市里有哪些主要的黑暗市里 他们又在如何做局割韭菜的呢 对于这些问题 我相信你们和我一样一定充满了好奇 正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朦胧不清 才更赢的人想一探究竟 所以我们今天的红巢密室系列 要开一个大坑 通过那些轰动一时的 证券商战的案例 来探索一下 弥漫在中国股市里的装甲文化 在中国证券市场 日薄西扇的今天 回看那个曾经疯狂造富的时代 也是意义非然 那喜欢看现实生活当中里的电影情节的朋友呢 不要错过 定给真观点 金融常常被人比喻为经济的血脉 这赋予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体当中的核心地位 可是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 以及金融系统的复杂多样 现在的金融往往有一种 平常人不义企及的专业性和神秘感 不过 如果追溯金融的本质性功能 金融是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理解的东西 金就是指的黄金 融就是使之融化成为液体 好流通 如何流通呢 当然是往那些需要黄金 并且能够将黄金变成更多黄金的地方流动 所以 截而言之 金融就是将资金或者资本 有效配置给那些能够创造财富的产业 企业 或者个人 不管当代金融的技术色彩有多么的浓厚 体系是如何的复杂 金融的这个本质可以说更古不变 那么在这样一个意义之上 再看中国的股市 第一起不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二 很难说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 所以中国的政权市场并不能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正规金融市场 它是一个独具中共特色的异化市场 中国股市异化的第一大特征 政策市 在中国股民的心中 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默契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 共产党不会让股市一跌再跌 它一定会举国之力救其股市 这个就是有历史来源 不过在我们追溯源头之前 将让我快速但是隆重的感谢一下 我们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 记得之前有朋友留言问我说 为什么总是推荐喜欢 Surfshark VPN 因为我起上是非常看重它的安全性 并且使用方便 Surfshark VPN采用的是军事级别的加密技术 每当我下载安装或者使用程序和文件时 它都可以帮我去进行实时的扫描 让我免受那些被病毒软件和黑客攻击之苦 Surfshark VPN还可以帮我监控电子邮件 信用卡和ID 一旦出现了可疑的迹象 我就会立即接到警报提示 这个功能让我在出差或者旅游的时候 感到非常安全和放心 更加出色的是 Surfshark VPN还不限制连接设备的数量 我的所有设备都安装了 Surfshark VPN 无论是在办公室图书馆还是咖啡店 无论我用的是电脑手机还是iPad 都可以放心的上网查阅资料 查询我的银行卡信息 当然还包括开心的看大片啦 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 能够随时随地安全放心的上网 那不妨呢 就让 Surfshark VPN来为您护航 现在只需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 就能够获得独家额外三个月的免费服务哦 而且呢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 在此期间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不喜欢 或者是想退地 您都可以随时无条件的退款的 怎么样 行动了吗 快行动吧 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 中共的这个改革呢 开始步入到城市改革的阶段了 怎么改呢 就靠基层自己来探索 这是这种被赋予的探索的空间 激发了很多民间草根的智慧啊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诞生了 可是最早的那些股份制企业 和后来的国字号企业大有不同 最初开创股份制的公司都是苦玩儿出身 比如说北京天桥 是最早的一家股份制公司 只是体制内底层的一家小型集体企业 集体企业有什么特点 是由劳动群众经营的 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 按照等级来说 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之下 只比私营企业高一级 处在到手店的位置 那另外一家 严重股份公司 出身就更加贫寒了 是一家为了解决回城之清就业问题 所创办的街道集体企业 所以最初的中国股份制企业 完全是下层草民 为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 在改革空间下面自发创新的结果 这个年代当中的证券市场 可以说纯粹是一场民间的游戏 投资者大多数是处于体制的边缘 和社会的底层 就是当时俗称的个体户们 这些人享受不了体制的优越性 为了自己的生存 开创并且搭建了 如今中国股市最基本的格局 一批草根投资人 一批股份制公司 以及中共在1990年宣布建立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 然而在1992年 邓小平南巡之后 股市的草根性就出现了变化 因为改革的诉求就不再是民间为了博生存而创新的出路了 而是成为各级政府为了响应邓小平号召不得不要推进的政治任务了 这下中国股市就开始踏上政策式的道路 1992年5月21日是极为普通的一天 但是对于中国股市来说 却是极不寻常的一天 这一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放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 引发股市暴涨 从这一天开始 中共改革开放当中最大的一架财富机器正式发动了 股市以它制造财富神话的非凡能力进入到了更广泛的 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成为中国新财富时代的象征 毕竟在此之前 个人财富在一天之内翻一翻的神奇收获 还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从这个时候起 证券市场就开始走进了它的真正发展期 发行股票的公司也在这一年开始日益增多 到了1992年年底 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上市股票 从前一年的14家抖增到71家 最能够描述当时股市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刺激程度的 莫过于当年8月份发生在深圳的街头骚乱 为了认购5亿新股 深圳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内 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的人流 股市作为新的淘金场所 被牢牢的树立起来了 就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普通百姓 纵情投入这个新大陆的同时 三股势力也在悄然入场 他们的加盟不仅极大的增强了股市的合法性的地位 更是为中国股市日后的迅速膨胀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这三股势力 一为地方政府 二为垄断资本 三为中央政府 按照先后顺序分别进入到股市 首先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积极入市的主要背景 是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 地方上的国有企业日渐衰落了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 中国股市最初是为国有企业筹资的历史来源 那么地方国有企业不景气 地方财政就沉压了 那财政有压力 地方政府就得要开发新的圈钱乐园了吧 推荐地方企业上市 就成了绝佳的途径 不仅能让地方国企在股市当中包装一番圈钱 更可以在整个上市游戏当中 为相关官员攫取巨大的个人利益 光有地方政府 中国股市这台大戏还玩不转 接下来入场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垄断资本了 所谓垄断资本就是盘踞在权力体系各个环节之中 以各种关系搅起来的分离集团 这些集团往往兼具体制内和体制外双重身份 在这两股市里进入到股市之后 股市开始大规模的膨胀 但是这个时候中央还没有进场 相反中央还因为要制定规范 并且当时还存在着 朱镕基时期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背景 所以中央还曾一度对地方大举入室 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这一切都因为一个意外的事件改变了 中央地方和垄断资本 在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立场上 达成了空前的一致 三方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蜜月合作期开始了 这个意外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1997年7月份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场让几乎所有的亚洲新兴国家 都挫败落魄的金融风暴 却在中国催生出了一次特大的牛市 创下了中国证券市场上为数不多的高光行情 这就是至今人为股民们兢兢乐道的519行情 可是别的国家都在经受风暴 中国股市却逆势而起 这本身就非常的怪异 不是吗 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下达了各方要配合文好股市的迫切需要 人民日报说 近期股票市场的企稳回升 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 是股市发展的良好开端 证券市场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 各方面都要倍加珍惜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都需要一个牛市的时候 牛市自然就会发生 自此 中央权力 地方政府 垄断资本 以及民间的投资者 就构成了一个空前一致 并且庞大的多头联盟 一轮特大牛市在所难免 经历过当年牛市的股民回忆 那个时候买什么都是涨啊 完全不需要技术 毫无门槛 朋友告诉你买啥 开个户 不用考虑直接买 第二天就暴涨 这轮牛市从1999年5月开始 到2001年7月结束 整整持续了两年时间 时间之长 规模之大 堪称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历史之罪 在全球证券市场一片凋零之际 中国证券市场这一轮醒目的牛市 是被许多人夸耀为一枝独秀 但是这样的表象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证券灾难 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 与其说这是中国股市的飞跃阶段 不如说这是中国股市在中共领导之下 必然会经历的大跃进阶段 其中明显的人为的痕迹 已然开启了日后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之门 中国股市异化的第二大特征 庄家化 庄家就是第一扇风险之门 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中 庄家大概是最核心 也最让人着迷的几个概念之一了 只要入市 投资者们几乎会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遭遇庄家 他无处不在 但却像是个幽灵一样捕捉不到 但他无时无刻不再影响和决定着 每位投资股民的投资行为以及投资结果 那么谁是庄家 如何辨别庄家 我们要从一位超级庄家的故事讲起 1998年入秋的一天 朱大户从深圳坐飞机上北京 去见一个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朱大户名叫朱焕良 是南方出名的古事大户 他没有多少文化 早年是在建筑工地上开装卸车的 20世纪90年代前后 朱大户靠深圳认购股权发了点财 之后就一直在股市里混 他选股票的眼光很毒 渐渐的竟然是赚了很多钱 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 1996年前后 股票操纵之风见起 有人靠吃股建仓 操纵股价发了大财 朱大户便也动了这样的念头 他看中了深圳一支名叫康达尔的股票 这家公司原本是深圳保安区的养鸡公司 香港的活鸡市场大半都是靠这家公司供应的 业绩稳定 效益也尚可 1994年上市后一直是不温不火 朱大户跟着保安区的领导很熟 自以为 有坐庄的可能 便在二级市场上悄悄的勾进了康达尔的股票 小半年下来 他居然囤积了数千万股 占到了康达尔流通股的90%之多 朱大户为此花了2个亿 其中一大半是他全部的家当 还有一半是高息拆借来的 正当朱大户想卷起袖子大吵康达尔的时候 天有不测风云 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的袭击 全岛杀鸡 禁忌 康达尔的业务自然全线瘫痪了 他的股价也就坐上了滑滑梯 从最高的时候15.4一股跌到了7元多 跌幅超过50% 朱大户的2亿全都陷在这里 动弹不得 他沮丧的跟那些人说 在1997年 出了那些被杀的基业 我大概是全深圳最惨的人了 朱大户上北京是做最后一次挣扎 正是这一次深圳北京之行 拉开了中国故事上惊天动地的中科创业大局 朱大户要去见的那个人是K先生 K先生的名字叫吕良 真名叫吕建兴 他是一位证券记者 在1992年的时候深圳的认购风波上 朱大户当时是抢到了上万张的认购抽签表 挖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而彼时的吕良也在这个认购风波上 可是他在干什么呢 他兴奋的从一个认购点跑到另一个认购点 采访了一大堆的股民 写出了长篇记事报道 百万股民炒深圳 这篇文章是备受媒体的青睐 吕良的股平文也就开始出圈了 他曾经写道 由于上市公司质量的普遍低劣 使得股民根本无法选择到真正有价值的股票 只有给市场运作带来了极大的空间 中国股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故事会 后来他的很多观点 是深受证券投资界不少人的认同 渐渐的他在这个圈子里有了不小的名声 1996年的时候 他索性搞起了一个K先生工作室 一边高频率的以K先生为名写股评文章 一边还指导他人炒作股票 至于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怪名字 他的解释有两个 第一 股票的行情图又称K线图 第二 K是King的第一个字母 暗示他会是股平之王 虽然文章写得不错 但是吕良的手气可真不好 两年炒股 不光把自己积攒的100万给赔光了 还负债了2000万 不过就算如此 这K先生的心态倒是很好 一直在等待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 当朱大户北上找到K先生的时候 他正在研究巴菲特的股票神经 K先生说 我要学巴菲特 要在中国做第一家私募基金公司 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朱大户 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巴菲特和私募基金 他说 我和你一起干吧 就从康大尔开始 吕良觉得康大尔虽然是一只温基 但是流通盘小 收购成本低 翻炒起来也很容易 于是 这利益当前 K先生就和朱大户签了一个 为期5年的战略协议 K先生负责组织资金 接下朱大户手中50%的康大尔流通股 而朱大户必须配合长期锁仓 还必须帮助安排购入康大尔部分的国有股 最终达到实现对康大尔公司的控制权 以及日后重组将康大尔打造成为 金融加高科技的投资控股公司 朱大户利益当前 当即是承诺 日后无论股价怎么上涨 他都将会以13元的协议价 向K先生转让手中的股票 就这样 套牢2亿元的朱大户 和负债2000万的K先生正是联手了 为中国股市上演了一出 前所未有的双簧啊 这个双簧怎么唱的 结局之一 让K先生成为了 中国股市上的一大神话 至今老股民多少都知道点他的传说 不过预知这其间的曲折和惊险 且听我下回分解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离开之前给我点赞吧 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我们很快再会咯